雾峰和太平的花东新村以及自强新村 历经了将近20年的时间终于能够原地重建了 而这天原住民族委员会主委前来视察重建的相关规划 并且表示说积极争取到了前瞻基础建设计划的特别预算 其中将会挹注4000多万元的经费 来进行自强以及花东新村两处的公共设施营造 让住民们有一个更舒适的家 向外单位向原住民族委员会主委进行简报 说明目前自强新村以及花东新村原地重建的相关规划 目前工程正如火如荼的进行当中 预计将在110年6月前完工 921大地震的时候 原来有很多住在台中县的我们的主人 在外面租房子 因为大地震让他们有很多地方 已经没有办法续租 有很多地方已经没有办法住了 所以就形成了一个所谓的台中市的 花东跟自强新村的一个 过去我们讲的是叫微见聚落 原住民族委员会表示 顺利争取到前瞻基础建设计划特别预算 其中将挹注4000多万元的经费 进行自强以及花东新村两处的公共设施营造 像市景观绿煤化 图腾柱 社区道路等等 完善整体的建设规划 其实这个我们已经等了20年 好不容易已经有这样的一个 这一道曙光 而且也被中央重视了我们这个地方 虽然是那个进度有一点延淡了 可是我们既然等了20年 那就只能再多等了个两年 他们也跟我讲说那时候会好 那时候会好 我一直讲说一年再一年 从动土开始到现在 已经超过几年了 我也是要怎么做才好 我也不好意思了 有房子盖我就非常的高兴 师傅表示 除了规划四栋集合式住宅 将可容纳46户住民 并规划停车空间 另外在基地中央也将规划社会福利设施 作为部落文化的信仰中心 让都市原住民有一处安全永续的家屋 传承原住民的文化 介终庄台中常报道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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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